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动就不动 实在忍不住了才会去解决需求 因此有网友就调侃了 这真是偷懒得最高境界了 那修行的人到底是为何修行 他们修行带来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他们的修行是为了脱离世俗 可是修行的人想要达到更高的造诣 却又离不开那些为他们提供食物的俗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 现代人对这些修行的人看法不一 有很多人都觉得修行的人纯粹就是眼 所以说他们是偷懒得最高境界 但也有人认为他们的修行境界我们无法抵达 所以不懂就不要妄下定论 然而不管他们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已经成为了藏地的一种特色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